穿得很凉快 还可以吗 可以 今天很热 所以穿得很凉快 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有 有 对 什么 谢谢 谢谢 欢迎迎订阅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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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是吗 是的 是的 你真是吗 对 谢谢 好像是吗 谢谢 欸 吃幹嘛 Welcome to Taipei 大家好 我是李鴻雞 Only you Thank you 我們讓他知道台灣的粉絲已經激進到瘋狂的程度 以為金曲獎其實是辦在今天好不好 生日比較大 啊 不好意思喔 我跳的我皮夾都掉出 Sorry 好啦 今天我們今天很開心來到台北的現場 我們今天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動要呈現給大家 還有很多很棒的音樂 首先呢 我們也要跟洪基來好好聊一下 畢竟他今天要結婚嘛 應該也蠻緊張的 嗯 欸 啊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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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 想幹嘛 想幹嘛 之前呢 有沒有來過台灣呢 經驗 我知道有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子 怎麼那麼這一套 可以嗎 可以嗎 啊 flex все 台湾呢 反正我來過了很多次嘛 我知道可能我們台灣粉絲們的熱情多高我們都知道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 現場氣氛 我們的舞台也不知道 我們在做雲霄飛車的感覺 非常獨特的 但是 什麼 什麼 我們現場這個場館的感覺呢 好像蠻獨特的 可是感覺又哪裡不太對勁 蛤 哪裡不太對勁 喔 因為我們熱情邪度好像太陡了一點 太陡了一點 那沒辦法啊 你總不能叫上面的人跳下去 對啊 對啊 我們覺得呢 這個邪度呢 就剛好是你的人生 一路往上衝 所以我們安排的是這個 尋虛尖啟聲 這樣尖叫下去 打個 小打 OK 其實呢 你去過這個亞洲有很多的地方 那對你來說呢 台灣的魅力在哪裡 你知道嗎 台灣的魅力 davan的魅力 對 台灣的魅力 淺 台灣的魅力 還有就是 夜晚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請問一下那個夜晚很有趣 這個在台灣來說 夜生活這個部分 究竟是留下什麼樣的印象 我們每次來台灣舉辦夜生活之後呢 就是每次都會去夜店去玩 我覺得太好玩了 大家不要 晚上開的店就叫夜店 convenience store 也算是一種夜店 我們不要這樣子有奇怪的想法 對不對 誰在說我們胡說八道是不是 這麼聰明啊 晚上開的店呢 在台灣我們只去過夜店的 平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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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 等下會不會出去就打我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今天呢 我會讓他呢 給大家一些非常好的福利 我們今天呢 像是如果對台灣的粉絲的話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表達方式 其實 我最近 有一點一點一點的在學中文 其實呢 欸 不是 今天是很難 不過真的好難 不是 我認識什麼 《Gitan》 《Gitan》 《Neuro》 《Pigotong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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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Right》 《Right》 《Pigotong》 《Pigotong》 《Beat1》 《Pigotong》 《Pigotong》 沒有 台灣粉絲 我愛你 啊 啊 耶 你不是媽呀 你不是說什麼啦 我想叫他講一句我愛你 但是 他會對不對 啊 我 可能是在心裡泣掉了 那一句話呢 當我的氣氛剛好想一講的時候才說得出口 那你們先講李鴻基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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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台灣粉絲真的是非常想念你 最近呢 在忙什麼嗎 啊 最近呢 最近呢 拍攝影音樂 여러가지的準備都 하고 얼마 전에 日本的拍攝也結束 그리고 얼마 전에 拍攝也結束 所以 계속 바쁘게 지내고 있습니다 最近呢 我 我正在籌備 我正在拍攝電影 拍攝電影 然後在日本的演唱會也結束了 那我們百年的新娘的拍攝也結束了 那正在準備我們的新專輯 喔 新專輯 小春天天 聽說這個電影 togo的完美方法呢 李鴻基在裡面也有演出 大家要這個拭目以待 百年新娘當中呢 江周歐巴的那個個性 欸 這樣 這樣 這樣都 會不會跟你自己的個性有一點不同 超不同的 你們好瞭解他吧 欸 欸 맞아요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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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原因是 我們缺濫著的 我們 還沒辦法 這樣做 如果我今天是難度的 缺濫著的話 可能 來到現場的話 就看 一句話 一言不語就這樣站著 欸 可能從頭到尾就是這樣站著 那還是不要好了 好不好 沒有 沒有 有一個紅記者 這裡是紅記的位置 紅記的地方 聽說在劇中呢 常常有一個 減肥的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辣椅? 他對自己說 是因為那不是因為減肥的 哦 那沒關係 所以 那個是 那我们最终呢,我们江叔呢,不是有吃地瓜配泡菜的那种状态吗 那其实在我们整部戏里面,就唯一一个我们江叔是比较有点搞笑的成分在这个戏里面 那那个... 김치랑 같이 싸 먹었잖아요 那不是包了泡菜吃嘛,这个地瓜 那种好看 그냥 김치를 먹어면 안 돼요 不可以只吃泡菜而已 会屁股痛 我可以吃,屁股痛 因为我平常不能吃啦 腹筋里油肝油里麻烦 때문에腰肚子痒 我们泡菜呢,有很多乳酸菌,所以屁股不会痛 肚子痛 新 김치랑 같이 먹어야 됩니다 那個泡菜呢 不能只是泡菜而已 一定要酸掉的泡菜才可以 他的生意是發酵的 他的生意是發酵的 我們地瓜不是很甜嗎 菇菇, sweet, right? 對 酸的英文要怎麼說 總之啦 有些生意是 他把生意跟辛陰味 他叫甚麼 他叫做生意 他叫做生意 他的生意是發酵的 是有點酸的 他叫做生意 他叫做生意 冰的时候,我们地瓜一定要热的,而且地瓜很甜,然后趁热的时候要用发酵的泡菜包着地瓜,然后这样吃下去 那那个酸味跟甜味呢,两个的这样子的融合起来真的非常的好吃 然后,姨姨也切碎了,姨姨也切碎了,手里切碎了,手里切碎了,手里切碎了 我想大家都看过去就会知道,我们那个韩国人吃泡菜有时候会用妈妈啊奶奶,不是用手撕泡菜给小孩子吃吗 所以我们那个泡菜绝对不能自己弄得吃,一定要用由妈妈奶奶撕给你来吃 不能用剪刀哦,一定要用撕的 而且妈妈也不能用干净的手来帮你撕 我们要把骨葱拿起来,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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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葱拿起来 用骨葱拿起来,用骨葱拿起来,用骨葱拿起来,用骨葱拿起来 用骨葱拿起来,用骨葱拿起来,用骨葱拿起来 就是说,我们那个泡菜的手啊,如果干干净净的手这样去撕,有什么味道 然后做了一点加线,拿了泡菜,拿了地瓜,手上可能沾了一些这种菜啊 乳酸菌啊,or whatever 然后用这样子的手呢,就是骨葱拿起来 用做菜的手去撕泡菜,这样吃的话,就是刚刚他表情 好,再这样下去,今天就会变成李鸿基斯特级小厨师 这个好不好,料理的部分我们都要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